外号水中精灵的曾书宁 从2009年台北听奥之后 就再也没有参加过听账国际赛事了 昨天首度复出就拿到了金牌 证明自己饱到未老 另外中华队在网球和保龄球都有金牌入账 目前已经总共得到了20面的金牌 不但稳居总奖牌第一 也超过了原本设定18斤的高标 获得金牌的是 Gold Medalist 曾书宁 Chinese Taipei 曾书宁开心地接下奖牌 外号水中精灵的她 自2009年台北听奥之后 因为专注在课业 没有参加过任何听账国际游泳赛事 直到今年硕士毕业 9月开始参加集训 就一举拿下桃园听障亚运 女子50公尺 雅氏低名 证明自己仍然宝刀未老 就加一跳 不会有成绩 然后我是很怕的 她把我丢了 曾书宁她因为有好几年的停滞期 所以她这一阵子集训期 很努力的去恢复她以前的状况 而在2005年莫尔本听奥 和曾书宁一起首次入选的潘正 也拿下男子50公尺仰氏第三名 虽然因为参赛国不足列为表演赛 不过首次在国际赛进前三 对她来说已经是一个肯定 除了个人赛 中华女子400公尺四人混合接力 也游出了一面铜牌 另外网球保龄球也有金牌入账 目前中华队以20斤9银8铜 不但稳居总奖牌第一 也超过了原先设定的18斤的高标 记者牛轩文 郭俊林 豪远报道